女司机当场表现,无证驾驶被查,谎称我诊容了,犯法吗? 在高速的出站口,交警将一辆白色的轿车给拦了下来,车主是一个女司机,女司机表现得非常慌张,而且趁自己出门的时候忘记带驾驶证了,于是交警就让她出示自己的身份证,用身份证号进行核实,没想到接下来这个女司机就开始表现了。 交警发现登记的驾驶人图片和这个女子根本就不是一个人,这个女司机接下来的回答也是让人大跌眼镜,居然狡辩说自己刚做完开眼角手术,简单来说就是刚做完整容手术,还没来得及去更改驾驶证的信息呢? 面对这样的做法,交警也是当场拒绝,原来这个女司机和朋友出去游玩,因为中午朋友都喝了酒不能开车,而且女司机只考完科姆一,但是想一想之前也有驾驶经验,所以就自告奋拥给他们开车,没想到下了高速就被交警逮住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